今天的前进大话题有哪些最新的财经和产业的趋势呢 马上把时间交给子玲 好 谢谢文远 现在呢很多人都会滑手机 尤其台湾人最爱使用的是通讯软件LINE了 而且呢大家都很喜欢买贴图 照理说应时应收应该还不错啊 不过最近却出现一些些变化了 我们可以看到LINE呢 这家公司它的营收状况 2017年前9月它的合并营收 是可以增加百分之114%的哦 那2017年的前三季营益率 它竟然有到58亿日元这么多 而2018年一到9月 它的合并营收只增加24% 但是合并营益呢 却是衰退72% 2018年第三季竟然亏损了35亿日元 那其中呢营业费年增就42% 行销费用年增127.5%这么的多 这个因为行销跟营业费用增加 也导致LINE的股价跟着大跌哦 我们可以看到LINE10月24号的股价 跌了15.45% 收在30.7块美元哦 那呢也创了IPO最低的记录 而LINE跟南韩最大入口网站 NEVER它攜手开发智慧助理 类似苹果Siri这样 要结合语音辨识跟自然语言技术 来回应使用者的提问 LINE正在积极开发这块市场 很可能哦 就是因为这个部分 增加了行销跟营业费用 那提到LINE哦 这个母公司NEVER 这几年不断在找寻不错的新创团队来投资 而台湾最近就有一个很棒的团队 叫巧克科技新媒体 它旗下有一个叫Chalk TV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halk TV 它是台湾的新创影音平台 拥有200万的用户哦 而且累积总下载量有430万 它跨足了经济活动跟电影发行 而且这个Chalk TV 它内容有囊括了戏剧 综艺 动漫 电影 还积极地在出自产的戏剧 也闯出了口碑 于是获得NEVER的青睐 我们可以看到 南韩的NEVER集团就投资了千万美金 那一举成为最大股东 那未来双方也将持续的紧密的合作 那不止新创产业再拼双机哦 就连交通平台也一样要再进化 像Uber目前租车跟食物配送服务 用户户大约是1亿人 在过去两年中 他们用户提升了六千万人次 所以他们就有了想要IPO的计划咯 那他们想要IPO计划目标 就是希望可以达到十亿的用户 而且希望它的估值可以到三兆元 那他们也想要当成交通运输界的亚马逊 野心非常的大 那希望这个业务规模有六百个城市 但是2017年亏损了1350亿哦 这个巨额的亏损也换来了市场的占比 那Uber今年上半年亏了12亿美元 第三季也亏损了8亿美元 到现在Uber已经进行了18轮的融资哦 那募集了大概220亿美元的资金 就包括Google啊 百度软银还有Toyota 都是Uber的股东耶 为了增加营收哦 他们也有外送服务哦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Uber Eats哦 它三年的营收就1800亿了 而且每年都以200%在成长 他们现在要筹备无人机队哦 预计三年内就会投入服务 那提到无人机哦 现在呢有很多大厂在投入无人车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台中花博就有这个无人的中巴哦 那还有台湾也现在自主研发赶居系统 那无人车呢 大约是有24兆的商机 这24兆指的就是2030年自驾车市场的规模 无人车也是未来的趋势 那提到无人驾驶哦 Tesla其实很早以前呢 就有研发无人车的晶片 但是最近哦 特斯拉实在是话题不断哦 今年历经订单的延迟 甚至面临证交会的官司 这回终于时来运转了 本季的特斯拉营收哦 已经达到68.24亿美元 比上一季成长超过70%哦 也是特斯拉上市八年来 第三次单季获利 执行长马斯克也趁势放话 说要把这样的表现延续下去 美国电动车龙头 特斯拉公司历经风风雨雨 这一季终于传出好消息 Tesla appears to finally have hit some smooth road 特斯拉第三季营收 迎来68.24亿美元好成绩 比上一季的40亿美元 成长超过70% 净利更来到3.115亿美金 和去年同期亏损6.194亿美元 比起来成长幅度相当可观 也是特斯拉上市八年以来 第三次单季获利 尤其特斯拉光本季就一共交付了超过八万三千辆新车 达到2017一整年八成以上数量 较为平价的车款Model 3的产能数字就是关键 特斯拉确实气势不凡 近期还扬言推出轿车服务 公司也准备生产新车Model Y 甚至确定上海设厂打入中国 只是特斯拉一连串动作恐怕也挡不住对手PK 英国家电品牌Dyson确定进军电动车市场 8月份先投入了2亿英镑 大约新台币80亿元 如今确定设厂新加坡 Dyson预计工厂12月动工 明年完成建厂 2021正式退出电动车 进度马不停蹄 就是要在电动车大饼中分得一杯羹 三地新闻 陈泰报道 那看完电动车商机 来看现在最夯的黑金 因为冬天又来了 很多人最喜欢喝热乎乎的咖啡 根据调查 台湾人爱喝咖啡 估计一年市场的规模就超过400亿元 现在超商业者也都准备好 要抢这块大饼了 我们可以看到OK咖啡 它跟UCC品牌做合作 而小七的CD咖啡 它现在推出八款的咖啡杯新色 四款限量杯套 就是希望可以抢向上班族的这块市场 而全家的Las Cafe 它也推出了秋季限定烤栗子 风味拿铁用比较特殊的口味 来吸引消费者 而莱尔富的High Cafe 它就是有这个厌世早晨系列 而且还有全新的限量冰岛杯 而这样像莱尔富就有这种什么睡不饱的摩卡 纯放空的摩茶 这种很厌世的名字 相信一定会吸引很多上班族的目光 那现在甚至什么东西都会讲求无人 从超商量饭到无人店 如今这个无人店也吹进了百货公司 有业者就引进造价 千万的限冲咖啡机器手臂 在馆内打造全台首座的制动咖啡 这个制是智慧的制 制动咖啡 那它是全台第一座 也是24小时全自动的操作 那它接受现金跟悠悠卡 要抢攻逼经济这一块 那它冲爆一杯咖啡 只需要两分半 点餐机台也有中英文选择 方便外籍旅客可以自由点选 提到咖啡 原田宴咖啡 它这一开幕已经一个月了 店门口前还是天天涌现排队人潮 那这股从日本掀起的手冲咖啡杯 就开始袭向台湾 年底还有蓝瓶也要进驻了 现在连超商也想抢这一块新市场 他们就推出泪手冲的口感咖啡 但是卖的却是铜板价 香醇黑咖啡缓缓流出 散发微微美国香气 超商看准黑金商机 尤其原味美式八年来 总共卖出两千零二十万杯 让业者决定和知名品牌策略合作 从原豆下手提升品质 如果是相比在一般机器的话 会比较接近手冲的咖啡 入口温顺 类似手冲咖啡 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咖啡豆不使用日晒手法 而是采用工序复杂的水洗式 让口感干净不带杂质 消费者到超商也可以喝到 就是类似手冲感的一种咖啡的感觉 那我们用水洗式的咖啡豆去萃取咖啡精华 打出咖啡豆升级 不加价预计能够带动业绩成长 端顺5% 其实业者愿意多花成本提升美式咖啡品质 正是因为手冲咖啡风潮 已经悄悄从日本吹向台湾 拿着手冲壶小心翼翼将热水注入 不但得注意时间 夹多少水量都要斤斤计较 这名品牌蓝瓶就是靠手冲咖啡文明 预计年底将在微风南山开幕 而早踏一步来台的原田店 开店至今超过一个月 还是日日大派成龙 超商现在以低价高CP策略 企图来分食手中新市场 彩底细我们不想到会谈不到